大胖子小胖子和小瘦子一起出去玩 哇塞 这有悬崖 只能走木板桥了 小瘦子见过 看 桥被压弯了 小胖子接着走 桥被压得更弯了 这是因为小胖子更胖更沉 压的力就更大 桥形变就大了 大胖子也要上了 他的体重可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刚开始还行 走着走着 咔嚓 桥断了 压的力太大了 桥受不了了 不过这给了小胖子启发 力越大 形变越大 那不就能用形变的大小 来确定力的大小了 棒 那谁的形变比较容易度量呢 弹簧 他是个有个性的家伙 外加拉力越大 它长度越长 那加上不同的拉力 弹簧长度就不一样 不同的长度 当然也就对应了不同大小的力 拥有这个原理 我们制作了弹簧测力器 它长出这个样子 最上面的是吊环 中间是弹簧 指针和刻度盘 下面是挂钩 使用时用手提着吊环 当下面挂钩受到拉力时 拉力使弹簧伸长 就拉下了指针 指针指着刻度盘的读数 正是拉在弹簧挂钩上的拉力大小 不过使用的时候 可是要一步步来的 上来先要看 观察好量程和分度值 千万不要用小量程的测力器 拉大物件哦 要么就像这个似的 测力器会坏的 之后要调整指针 没拉力的时候 它应该指到零 如果上来是这样的 需要把指针调到零刻度的位置 简称调零 之后就要用了 这是正常的用法 手提拉钓环 下面挂上东西 斜着拉东西可以吗 也没问题 但如果这样去测力 会发现弹簧扭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测的就不准了 所以力的方向 一定要和弹簧的螺线保持一致 才能让弹簧正常的工作 所以斜着拉的时候 测力器也得斜着 那这样拿着外壳向上拉行吗 你这样手稍稍晃动一下 力和弹簧的螺线方向 就可能出现偏差 当然就不行了 最后一步就是读数了 注意好分度值 不用孤独哦 看看这个样子 拉力是多大呢 一牛的大队被分成了五段 每段是0.2牛哦 所以整体是2.4牛 小胖子鼓到弹簧测力器的时候 小瘦子过来捣乱 他这样挂了东西 测出来的数值靠谱吗 当然不靠谱 我们把物体卸下来看看 看到没 还有试数 其实是因为这么挂 下面就算不加东西 挂钩 要拉着弹簧测力器本身 所以还没有开始测 试数就大于0了 这样测出来的东西 当然得到的读数也会偏大 总结一下 我们利用弹簧的性质和转化法 制作了弹簧测力器 弹簧测力器使用的步骤是这样的 这几种方式测量都不可取 倒挂的时候 得到的读数会偏大呢 你学会了吗 哼哼